台东领馆处4号上午在大午乡的上午村古装部落 举办了110年度小花曼泽兰的防治宣导活动 由大午工作站邀请到邻居社区的民众还有森林巡守队一起参与 共同来动手清除绿癌 同时也宣导大家要加强防治外来入侵的职务 台东领馆处4号上午在大午乡上午村古装部落 举办110年度小花曼泽兰防治宣导活动 不小心掉下去它的金掉下去后还是会再长 会长根再长 所以它的种子很厉害 另外它的金掉下去也很厉害 所以你说它进入全世界百大入侵种绝对有它的本领 那进来以后它又会侵害到我们的原生的植物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它拔死 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生态影响很大 副处长也呼吁大家要赶在10月小花曼泽兰生长期前开始 赶快进行摘除 一平安风池就可以产生了17万颗的种子 这样飘出去就不得了 所以还没有开花结果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的把它拆除掉 才不会让它这样的种子就散播出去 所以今天做这个事情有没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也带领社区民众近80人一起来除漫总动员 辛勤收获的结果总共清除了既有42代总重256公斤 也大大提升大众对入侵植物的危机意识 一起共同保护生态环境 记得陈安如总和报道